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光喊口号 说是赚钱学习 自己都坐在这里 很虚心的听讲 我觉得这胜过一切口号 言归正传 继续讲我们的第三部分 这是股票的价格指数 这部分内容相对比较短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我们在今天最后跟大家讲一讲指数 回到概念 股票股价指数又称为股票价格指数 是股市中反映各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种比例数或者指标 这里大家要理解股票价格变动的比例数和指标这个意思 它是由于很多只股票价格综合编制而成的 具体计算公式这个大家不需要了解 但是大家要理解这个指数的含义 就是指数的变动反映的是市场的整体的状况 指数上面每一个指标的变动情况 甚至分式图每一个 每一个细小的变动都体现了整个市场的全面的市场的变化 所以说做股票首先要学会看盘 看盘首先要学会看大盘 看大盘就是看指数 很多人研究大盘 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研究这种指数上面 寻找他们的变动的规律 这里面是个门非常非常深的学问 我觉得在座每个人用一生去研究它 很多研究不完 它反映了市场一切的状况 各种的交易 市场的所有的心态 政策面消息面所有的一切都通过这种盘面去表现出来 所以说判断好盘面判断的准不准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预测大盘本身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很多朋友包括 即使我们听到很多分析师也好 他们在上轮行情里看错了大盘是大家亏损 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宽容的心态 因为谁也不是神仙 谁都有可能是看错 这个指数的整体的变动 它充满了不确定性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发生的 而明天发生的一切都对明天的盘面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今天只能通过一些一些技术指标等等 判断它那个 它是处于多头空头 甚至是怎么样的一个市场状况 但不能一概而论 市场随时都会有变化 比如说这轮我们觉得中期反弹结束了 上轮我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但这天股市又出现了个长阳拔起的状况 说我们当时迅速调整持商错裂 又把仓位又加了上去 这样的话 就缓身除了市场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永远就是要一颗红星量手准备 这样的话 这种长阳出来的话 那么空仓这时候就非常的被动 大家就要把仓位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后面虽然没涨就寄进了减仓 但是避免了航情踏空的一个风险 它是以一般的指数 都是以指数编定的日期 某年某日为一个机器 比如说我们上证指数是以 当时是以多少点为机器的 好像是一千点为机器 当年上市的时候 第一天应该是一百点 我看看 九十五 这天是一百点开始的 我们指数品种也在不断的丰富 有传统的上证指数 然后深圳指数 A股指数 B股指数 后面对应的每个行业都会有指数 工业 商业 地产 公用 综合 这是180的成分股的指数 这是基金的指数 国债的指数 这是债券的 商证50的 各种板块都有它自己的指数 这个指数 不同的板块 比如说钢铁板块指数 它就代表着钢铁这个整个板块 在当日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大家每天将来要是有喜欢进去复盘的话 建议大家在复个股的同时 把当天主要主要主流板块的指数都看一看 从这个指数当中寻找这个板块的一些机会 寻找这板块的机会 比如说这里 这里明显的这个指标都出现了一种顿化 而且出现了缩量 缩量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是变盘 是不是 那随后呢 未来的两天 这个指数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拉升 这是从指数看板块 通过板块选个股 指数是个整体变动的概念 大家很多人看大盘 只会激励于看着大盘指数的是涨了 还是是跌了 实际上这样的看盘就等于没看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 你要通过这个盘面的背后 找出市场的规律 这是我们学习指数的根本目的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去研究 看 指数的 计算指数有三部分 一个是抽样 第一部分抽样 指数是由于什么 比如180股指数是以180只股票为抽样样本 上证指数就是以上海的各种股票为抽样的样本 不同指数对应到它不同的样本股 这些样本股根据权重 按单价或者总事实进行加权平均 就要有加权 加权之后需要按照权重去计算 不同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整个计算那个平均数 还指数工作计算是非常复杂的 和这种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数学公式是怎么算出来的 但是只知道 那指数代表了市场 我们只会看会用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指数会样本股会经常变化 比如说我们常讲的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50ETF 这种50只股票 如果哪个企业 我们管理层认为 它不具备代表中国最强 最好的50那种股票能力的话 会把它从指数当中剔除掉 换入一个有这样能力的公司 去来投资 所以说投资指数基金 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投资这样的基金 不用担心上市公司基本面变化 使你诞生巨大亏损的可能性 因为它里面选取的样本股 永远是有代表性的 有权重的 一旦它这个企业不行了 管理层就会把它从指数基金里踢除掉 这点大家要清楚 指数基金对应的指数的含义 能被选择样本的股 多半是基本面没有太大问题的股票 亚本股票都具有典型性和普通性 它代表了市场的综合的不同的行业 市场影响力 股票的等级和适当数量 比如说银行股 它占的权重比较大 比较典型 它就会是对指数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计算的方法呢 也有高度的适应性 能对不断变化的股市行情 做出相应的调整或修正 使股票指数 平均数较好的敏感性 它不断的去调整指数计算方法 指数的计算 是有科学的计算依据和手段的 这个计算依据 是以收盘价为计算指数的依据 当然你每天分时图指数的波动 带来的就是什么 带来就是分时 分时那个依据 就是当天那些股票的变动依据 是这样的 首先讲的是 我们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编制发布的指数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数 主要有有这几语 上面我写的上证180 上证50 上证综合指数 A股指数 B股指数 各项的分类指数 债券和基金等等指数 这个上海上证综合指数 就是我们平常软件当中 NF3出现的 我们最常用的 看上海的大盘 这是对大盘研究的 最基础 最直接的一个指数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指数 我们常看的 是NF3 这是这种指数 上证指数 这是第一部分 上海指数 这个上面有详细的概念表述 哪年哪个月开始的 基点是多少 这几个指数都有 我就不一一念 给大家听了 送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对对一百八十个 亚门股的股票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选取的 这个上海是一百点 综合指数 不完全是 封闭指数 都有 静静指数 这些指数的具体的概念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一下 这B股指数 每个指数都有 每个指数的道理 比如说B股指数 我有时候就看一看 比如说国债指数 你要定一定 如果国债当天的盘面 有一栋 提前有一栋 往往的话会带来 咱们国家 那个货币政策的 可能当天会有变化 市场上 中国的股市 总有一部分人 是先知先觉的 他们先得到了 国家的某些信息 先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当他们 先得到某些信息 在这个盘面上 就会表现出来 就会表现出来 产生盘面 你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说市场是公平的 有一个盘面 对着你 对着我 不同的人 不同能力 不同的理解 得到不同的答案 决定的不同的投资收益 这是深正指数 深正指数 跟上海的基本概念 差不多 上海深正 我们尝诺 这是F4 按大盘的F4 深正有几个部分 深正综合 深正A股 深正B股 它也分成各种 根据行业进行分类 那世界上著名的几个指数 介绍给大家 这是刀琼斯指数的概念 我们现在天天盯的外盘 盯的是这个 刀琼斯指数 他也跟我们A股指数 也相像 他也是不断更新 他的亚门股 以前的刀琼斯指数 会有一些什么 仿制啊等等的股票 现在可能就指数 就会被别的那些 新技术股票来代替 所以说指数的本身 他这种不断代替的 就延续了指数 不断的成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指数 是不断的向上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断的向上走的 股价的 股票的价格平均数 计算公式 就是入权股票的价格之和 除以它的数量 很简单 这是美股的第二个指数 就是标普的指数 现在道琼斯和标普 这两个指数 都已经创了历史新低 在等待了纳斯达克 就创新低以后 这个外盘会怎么走 由于他们这两个指数 它代表的都是那些权重的 大型制造业的一些企业 所以呢 这轮经济危机 对他们影响的又最重 银行啊 钢铁啊 地产那些公司 所以说这个指数 跌幅得最深 那相应的网络科技类的 代表着科技的成长性的公司 相应的影响就比较小 相对那个时候比较小 所以说纳斯达克 一直没有创新低 而且政策面的来看 现在全世界的政策面 都倾向于 向那种新产业去转型 美国的那个 美国新政府 也会大力支持 高科技的 网络科技的 新能源的 这些产业的发展 所以说相应的 纳斯达克指数比较抗跌 这是相应情况 我就不念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亚洲最具权重的是日经 日经指数 我们看到 当年的日经指数是 在历史 日本最辉煌的时候 是非常的火 至今都没有展会到 当年日本股市 泡沫的那个阶段 到上一轮牛市 日本人是全世界 可以说做股票 比较差的一个民族 他那个钱财富 他生产了很多东西 知道了很多 很厉害 有世界一流的企业 但他们在资本市场上 跟美国人比 他是非常的 不行的 当年 日本的整个的总市值 已经 最泡沫最高的时候 已经接近了美股的市值 到后来也是跌得非常凶 日本人是在里面 亏了大钱的 世界的货币 还是仅仅的 赚在美国人的手里 咱们看到美国 美元 美国有危机 美元是相对 是比较坚挺的 而相对的 其他国家的货币 都出现了大幅贬值 这背后 有一个货币的 其实背后是 综合的国力的因素 我觉得首先的话 虽然这次次质币危机 是美国引起的 当然我不是外国经济研究专家 可能将来不见得准 但是我觉得 它现在仍是世界经济 实力最强的国家 即使世界经济危机 真的爆发的话 最先崩盘的 不是这类国家 是经济对外依存度 最高的那类国家 很可能是东欧 或者是欧洲 可能都比美国受的影响要大 因为欧洲整个的这种经济 它在一个多年的高成长以后 它本身的消费是跟不上了 整个经济的话 它缺少劳动力 缺少了很多 新的科技的进步 带来新的经济的成长 我觉得反而的话 美国可能不见得有 比他们更厉害 在一个美国 它的强势 它背后的 除了有经济因素以外 它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和政治实力 有非常好的外交手段 它美元不行 它会拖着中国去拽它 所以美元很坚挺 它会有武力作为支持 它实在不行 它会抢夺 所以说它是相对来说 可能不会是影响最大的 转过头来 美元止跌了 欧洲市场未必 它就止跌 它会把危机转价 这是香港的指数 香港的指数 日本的指数 包括欧洲的指数 在我个人认为 这三大指数 是没有自我的指数 他们是跟随着美盘 甚至香港的恒生指数 是跟随着大陆A股去走的 这三类指数 在全球市场上 是没有自我的一类 如果美股暴跌 相应的欧洲和香港 都是要跌的 大家都是看美国的脸色 它要涨了 美国未必就会怎么样 去年你看美国就不跌 欧洲香港日本都经过大幅下跌 他们还是比较脆弱 我是觉得这轮美股下跌 不以指数为空间 不见得会以指数为空间 可能是个 它可能以时间为空间 很可能到了6000 就会长时间的盘底的过程 这种是有可能的 但是一向有些人说的4000 那种这种 我觉得目前为止是没有根据的 尤其从盘面来看 像华旗银行都出了那么大问题 保险公司也巨亏 IJ也巨亏 很多制造业的数据 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 美股的调整 还是对于它基本面的变化 我认为是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认为短期看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只要大的实际经济 不出现太大的问题 股票市场 应该会先于经济去转暖 当然这场危机 谁也没有经历过 在座的每个人 包括巴菲特本人 大家都没有经历过 这样经济危机 走到哪一步 谁都不好说 我是从技术上看 盘面看 这香港的指数 这部分是股价指数的计算方法 往往把股票指数 和股价平均数分开计算 按建议股票指数 即股价平均数 但是从两者的实际作用来言 股价平均数是反映 多种股票价格变动的一般水平 它通常以算术平均数表示 所以大家懂不懂 这股价平均数 它是 它是以数量的 然后公司的那个算术平均 它不加权 人们通 人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股价平均的比较 可以认识多种股票价格的变动水平 而股票指数 是反映不同时期的股价变动的相对指标 我们看到 这里就要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 有可能这个指数没怎么跌 个股 个股跌了很多 就是它当中的权重不一样 它所对指数的影响就不一样 所以指数就会出现一定时期内失真的状况 比如说这轮反弹 我觉得这个真实的指数上海应该是三千五 不应该是两千四 我也大概也算了一下 从个股涨的幅度来看 所以说这个指数 大家不要觉得 现在还在两千多点 很多股票 它已经返回到了三千年以上 它当时的股价水平 所以这个指数就是失真 行情走的好 原因就是股指数压的好 就是在于这边 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深层指 看这个 这个是比较明显 尤其是中小板 你看它都反弹到什么 去年什么时候的位置 大概到了去年的年中的位置 是不是 到了这个水平 六七月份的时候的位置 七月份就到这个位置 七月一号 这可能比较真实 但如果这轮行情做错了方向 也不获利 去买了什么 什么钢铁银行地产 它也不获利 股票价格的平均数 反映一定十点上市股票价格的绝对水平 它分为简单算术平均修正的价格平均和价格平均 这个概念 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分尸盘口 在这里理解 怎么理解呢 你看 它这天的话 白线就代表了 代表了那个市场指数的涨跌 但是黄线 就是市场的一个整体 就是它是个算术平均 就是各种股票的涨跌 这种白线是一个 这种没有了 体现的是一个加数 这个加白线呢 是这里面综合考虑了权重的地位 实际上个股 周五是平均是跌了5%不到 但指数是跌了这些 由于权重股银行在跌 钢铁在跌 会在这带来这种现象 很多时候也要看 白线如果一直在黄线之上 很多 说明今天的行情是权重股的行情 通过盘面看指数 看到今天行情的基本现象 相对应的 如果黄线在白线之上很多 今天的行情是个股的行情 可能在压指数做个股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这轮行情一般的多数像是白线不动 黄线在上面 都是个股的行情居多 我们看到指数没怎么涨 个股涨停板的加数 大涨加数非常多 这是这种行情的特点 基本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 但是上证和深证它有不同 由于深证城市 它的它整个的股票构成来讲 它没有大的银行和钢铁 这比较少 还有权重股的比例石油石化 它也没有 所以说深证的指数 它体现的特点跟上海就不一样 这轮为什么主要看深证 因为行情的主流在个股上面 所以深证指数会比较真实 主要看深证的这个盘口 我最近看盘也是一台电脑 看上海一台电脑看深证 有些时候你看 今天的深证城市 它的整体是涨的 是不是 但白线在黄线的 白线在黄线的上面 说明深证主要是指标股在涨 深圳指标股在涨 你就会通过指数 看它决定指数影响权重比较大的几个指标股 比如说首先你要通过指数看到什么 看到万科 万科是涨 它就会带动指数效果非常强 万科之后深证第二大权重股是什么 第二大权重股是苏宁电器 苏宁电器涨那么多 这就理解了当天为什么深证 深证各股在跌 但指数在涨 是只有几个指标股在涨 所影响的指数 在深圳的整体今天个股也是跌了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上海也是跌了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就是市场整体的状况是跌百分之零点五左右 通过这盘面能理解吗 各股啊 各股这个黄线是股价的均线 对对对 这只股今天价格的平均数 黄线 这个均线在你石盘操作的话 非常有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一只股票的今天一直在均线之上震荡 你看这后面一直在均线之上 而且逆大盘而震荡 那么这股是分石盘口显强 那么后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拉升 这是技术分析里面的内容 讲技术的时候 一般强势的股调整 是依托均线来调整 你看这股今天强势 它依托均线来调整 它不像大盘 大盘是怎么样的 大盘它就没有什么了 对吧 它就很乱了 所以它跟大盘比 就明显的出现了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背离 在大盘跌的时候 它横盘震荡 那么下午就走出了独立行情 所以这个均线是这个意义 调整不破均线 很多强势股当天 技术打盘震荡回打 震荡打打打打 打到这里 均线的地方迅速止跌 然后向上 向上 走走走走 这样的一个走势 要把大盘和个股对应的看 才能看出个股当天的分石盘口的强弱 算术平均数很简单 把所有的股票加起来 价格加起来 然后除以它的股数 就这么简单 再看会不会 10加16加2字加30 除以股数 就算术平均数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计算 它有它的弊短两点 一个是权重不一样 这是它的弊短 我们就不去读了 修正的平均数 它是它的算法的核心 是求出一个长 长数除数 用于修正那些 由于它分红啊 那个纵骨啊 造成了骨架的变化 来保持骨架的连续性和可比性 它就加个修正值 看这里 这里有具体的概念 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由于它全面散数的平均数 它有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就出来一个修正的 这个概念来预防 那个不是预防 来使得那个指数更加的真实 第二个是股价的修正法 比如说这个股票 它进行了实送时 股价股价那个 就自然的去打一半 是不是 股价打一半了以后 那点指数就会吃真 那么我就把它付全 回到那个股价去计算 这有几个股票的计算方法 加权股价平均数 这种加权的话 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这种方法 就是它 它考虑到了 东河考虑到了不同股票 它在股市里的市值的不同 发行量的不同 就是考虑到了它的权重 折出的概念 中河指数计算有三个方法 相对的法 综合法和加选法 后面我们分别来讲 相对法就是我说简单的一除 就得到了股票指数的一个方法 简单易行 但是失真 综合法是指先将样门股票的机器和报告期的价格分别加总 就是他当年的取样门股票当年的那个价格 和你现在报告期的价格进行加总 然后相比求出的股票是指数 相比 比如说比了现在的价格是过去的价格的20%以上 那么相应的指数我也向上变动20% 是这个意思 这两种方法都有他的 他的优点和不足 我们看指数的时候 既要看的大盘整体的涨跌 要看个股综合的情况 这样才能客观真实 现在我们常用的指数是用加权法 充分考虑到了这个指数 整个的总市值占到了他市场总市值的多少 以前中石油上市的时候 他会讲中石油一个电停板 大盘会向下跌多少点呢 跌100个点 这是考虑到他的权重 如果用那个简单的算术法 他一个电停板对大盘没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他只是上千只股票当中的一只 但是考虑充分考虑他的权重 他就是当时他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吧 他就厉害了 那随着他的股价的下跌 他的总市值越来越小 所占的大盘总市值的比例就越来越小 对股指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 当时的中石油加中石化 两个公司总市值比所有的银行还要大 现在的话银行的市值就会比中石油要大 所以他这个上市公司随着股价的变动 他的股这种加权的占的权重 也是在不断的变动的过程 现在影响大盘最主要的这个 当然也是什么 也是中石油 然后再跌的话就不一定是了 或者是工商银行在不停的涨 这就不见得是了 最后就是一部分是教大家怎么看指数 刚才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分时图 我们回到大盘来看 这种白线是代表指数的涨跌情况 黄线是指的这个市场算数平均的那种 就是整体的个股涨跌的情况 红柱是代表上升力量强弱 绿柱是代表下降力量强弱 这是整个分时图的整体的构成 在这里构成当中 最最主要大家还要关注一点 就是看盘的时候 看指数的话 重点要看指数成交量的变化情况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个指数 你看这个区间 他成交量没有明显的异动 这属于什么 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走势 基本上可以讲多空双方 都取得不了胜利 市场是一个观望的心态 假使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这个软件 怎么看前一天的走势 假设今天这里 向上走了 量能突然的放大 那么明显是多方在这里发动的攻击 那么你通过大盘的异动 同时看盘的时候 就要去寻找 是什么股票 哪个板块 放量上涨 致使大盘这样涨起来 很明显前天 是应该是 中国银行这样的走势 带动了大盘 出现了 这天出现了异动 工商银行 普发银行 整个银行股 带动大盘移动 很多时候 股票看盘 看个股 首先是从看大盘开始的 如果这个大盘 在我们分尸盘口 这里 盘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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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向下 放出巨量 向下杀跌 这么分尸图 大盘开始跳水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 如果这大盘 在震荡以后 横盘震荡以后 选择了突破向向下的方式 通常情况下 短天资金要离场 回避风险 从浪型结构来讲 向下杀跌 一般不止杀一波 首先要有个ABC 三浪杀跌的过程 A浪如果在选择 在两点以后杀跌 向下快速的放量杀跌 当然今天没有 我是看了分数跟大家讲 那么在两点半以后 很有可能出现 C浪的大幅杀跌 那样的话 所有前面顶着抗跌的股票 在两点半以后 都会出现大幅跳水 补跌的走势 你不要感觉你的股票 在手里很强 这个时候 你的股票再上涨 是小概率事件 短线资金先离场出来 如果在盘口出现了 盘盘那里 出现了横盘震荡以后 放量突破上涨 而是个股 并且个股黄线 跟随着快速上涨 这种是非常好的现象 就整个大盘 选择了向上突破 但是这里 在我们下跌过程中 出现几个现象 就是在这个区间内的时候 哎 经常突破向上上涨 那最后为什么掉了下去 包括这个 在这里的时候 为什么都会掉了下去 因为这时候 大家有没有经历 这时候 旧市的时候 光拉石油石化 两个股 或拉银行 轮流拉 拖指数 个股并不跟随指数上涨 那说明这个拖指数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不是大盘的 这种多空力量发生变化 而是通过虚拉指数 掩护个股出货 拖盘 这个时候的话 指数涨 个股不动 也就是白线迅速向上 但是呢 黄线并不快速跟随 个股并不跟随上涨 那么这种指数不可靠 即使放量拉升 并不可靠 如果相反 这种拉指数 你还要保持警惕 把仓位降下来 甚至出局 那时候 大盘在去年单边下行的情况下 甚至出现了什么 白线迅速拉升 个股迅速跳水 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 那就非常糟糕了 那么这个 这个点位距离大盘的底 还非常的遥远 这种就会出现在 今年去年 集中出现在四千点左右的位置上 出现这种现象 在这个期间 这是最明显的 最后呢 个股跳水 个股跳水了以后 那么权重股提前拉升了以后 明显的跟个股的方向产生了背离 就是权重股石油石化涨了 在个股跌了 那么他未来有一条路必须要走 就是他脱指数背后 他要补跌 要把他脱指数的空间还给市场 最后他还要强势补跌 这种股相反不安全 你看这种股 他在这里走出了一个什么 非常好的一个底部形态 多重底 脱指数 但是呢 最后出现了补跌 补跌的时候非常凶猛 在这里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跌停板 这种连续的跌停板 这样的走势 他会出现补跌 所以说这种阶段去抄底 是非常愚蠢的 很多人 我尤其我认识的很多专业投资者 去年没有死在5000点 6000点逃顶路上 全部死在3000点以下抄底的路上了 从3000点以下 这一轮去年指数的杀伤 3000点以下是最有杀伤力的 很多强装股 强势补跌 从3000点往下跌去了80% 很多权重股 3000点开始补跌 跌去了50%以上 就非常惨的 就是错误的判断了指数 这种指数 这种判断 它是我觉得是有水平问题的 这段期间是不能去盲目去抄底的 尤其在这点 大盘在这个区间做俯活称 上部去也下不来 量能也是这样子 还有点放量 这个期间能是底部吗 很难 因为大家都想着抄底 在一个它不具备底部形成的一种心态 还有技术面的情况 其实底部就没这么形成过的 中国股市的底部 这是看盘那些 接着往下讲 加权数 你看 就是刚才的黄线和白线的概念 白线是指 就是大盘的指数 综合反应大盘变动的 黄线是指 对所有的股票 进行不含加权的相除 是在大盘指数 一个是考虑了权重 一个是没考虑权重 这个在来应该都会 黄色柱状线 在这里 显示的是这个每分钟的成交量 多少 每分钟成交量是多少 最后一分钟肯定是大的 通常情况下 开盘也是大的 很多人最后看了一天盘 就决定两点半以后 才开始操作 我个人比较喜欢尾盘买股票 比较喜欢 或者早盘一开盘买股票 全天的时间 最主要的看盘时间 是在两点 是两点半以后 这时候指数 有些时候才是真实的 很多时候全天震荡 然后两点半选择方向 上上和向下 所以两点半以后买股票 是比较稳健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每天只做 半个小时股票 两点半以后买 头天 十点之中之前卖 他可能两点五十 甚至两点四十买 头天一开盘就卖 他只做这段时间股票 也做的很不错 两点半去找那种 拉尾盘的股票 第一时间追进去 早上一开盘卖出来 当然资金量比较小 资金量比较大也比较难 什么拉 我追什么 追什么第二天 获利第二天就跑 这样的这样的做法 所以两点半的成交量是比较大的 大盘K线的走势图 这里 那我们看好分时了 就按F5看K线 K线我们通常的话 系统默认的是日线 就是当日的K线走势 然后呢 我们按F8 切换时间分时 切换一下是周线 就是周的走势 一个股票的中长期行情 主要看中长期的这种K线图 技术分析 周线过了之后是月线 月线往后 这是五分钟K线 不同软件不一样 有些软件有一分钟K线 这五分钟K线 你就看出它走出什么 五分钟走出了一个 一个什么 这种整理的形态 净起来整理的区间越来越窄 这个口越来越小 下周就面临了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整个市场 五分钟之后 我比较现在市场上比较 这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战法 就是30分钟图和60分钟图战法 对应的相应的看 再按两下 上面的图标 上面图标变成30分钟 你就看出这30分钟 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应的下面有些指标 这30分钟图是怎么样变化的 对应的下面 比如说这里 30分钟图放绿线 这说明这30分钟是多方式比较弱 对应的是小时线 很多人总结了很多这种 这种分式图战法的经验 大家也可以多看多学 比如说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60分钟图 向上突破的概率大 什么样的60分钟图 向上突破的概率小 这后面有课程 讲技术分析的老师 肯定会带大家详细去讲一讲 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 就教大家怎么看 可以了 对应的下面有些指标 这里会发现短期 这个这些指标和和那个中长期的 可能有背离 就是布林线 都是常用的一些指标 后面大家都会学习到一种指标怎么用 看盘的时候关注的一些内容 这里我写的比较详细 这都属于技术分析的一些内容 我在看盘那里 加进去给大家讲一讲 帮大家看盘 比如说整数关口 这都会有心理作用 约股票 它突破整数关口 这都会有一些的阻力或者支撑 看 这里想写的就是比较详细的 内容 大家看一下我的课件 这个课件将来大家应该也会有 基本上那个做的是比较详细的 这里有些经验的东西 下降之中的股票不要急于买 就大家有没有经验 比如说这里随便点击股票 我们就随便敲吧 比如这个 这怎么走啊 换一次 这种 它在这种下降趋势 在这种 狂跌的时候不要买 等它在这里止跌了以后 再考虑买 通常情况下 这种区间是不买股票的 通常情况下 你因为你不知道 它会跌到什么幅度 你在这时候去接主力的抛货 不值得 一般不要买 都等它在这里 这波沙跌起稳了以后 它就止跌了 就可以买点一 往后 在这里比较明显的买点一 然后呢 在这里 在这里沙跌止跌 又一个买点 就这里形成小双地 又一个买点 分身图有很多小的买点 这个买股票 尤其是短线操作投资者 对于买卖的把握 一定要细致 不可能想买股票 咔嚓几个单子 向上一挂一啃 卖股票 咔嚓一砸 这样的话 活干子比较粗 这不符合一个职业投资人的素质 你像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中小版的股票 刚才有个朋友就问我 中小版的股票如何买卖 大资金如何进出 他觉得一跌的时候 下面就没货了 比如说我们随便 敲出一个中小版的 随便敲出来一个 它的盘子很小 怎么搞的 敲它吧 它盘子很小 下面没有单子 这还算多的 因为今天它走的比较强 那时候怎么卖 在大盘下跌的过程中 马上的下面单子就没了 这种单子很快的买盘就没了 如果你想大盘上涨的过程中 这样拉升过程中 上面又没什么单子 你只能跳高很多去吃 这样的话你成本就很高 这种股票叫大家一个技巧 除非在急拉或急跌的情况下 在通常情况下 卖股票的时候 要等要在大盘分时调整的时候 不是分时向上的时候 你可以把股票选择 在在卖方卖盘挂单 让买盘去啃你的单子 因为分时向上涨的时候 这时候买盘会很踊跃的 想吃货 他还怕上面没单子 吃不到货 我还不说吗 航行一反弹的时候 上面没单子 这时候你把单子放给他 他就很高兴 这是一些小技巧 如果你大盘你想卖的话 杀跌的过程中 下面没单子 你等杀跌之后向上反弹 反弹到一定高度以后 你把单子挂在上面 让别人啃 或者是再进行抛出 就是反向做 涨的时候卖 跌的时候买 买卖都很容易 这样的话 你的资金就化整为零 就出掉了 不会像有些人 让他卖 他化他一笔十万手单子 直接砸到跌停板 自己也亏 他就不会买卖 一年下来 短线利润本来就是赚几个点 一年下来 你如意活干的很粗 你损失的利润 由于你频繁交易 你损失利润可能不止100% 所以说细心的职业的操盘手 和非职业投资者 他就很多细致上面的 细节上面的不同的 这是一个买卖技巧的问题 成交量换手率 这个两个概念 大家了解一下 换手率 是反映了这只股票 当天筹码 比如说这只股票 整体是100% 他有多少了 占百分之多少 今天参加了交易 比如他今天 5%的换手率 就代表他今天 有5%的股票 参与了今天的买卖 对 流通股 都是指流通股 这个不能绝对 比如说中小版的股票 这种股票 假设 他这里 这个股票可能还不是很强 是不是特别突出 他这里只有什么 百分之一几点多的换手率 是不是 百分之一左右 但这里呢 他就变成 扩大了百分之三四 百分之五六 的量能就有异常了 这跟自己 跟自己比 有些时候是这样 有些权重股 由于他 法人持股很多 大飞在那 他是不会卖的 对吧 大飞在那 不会卖 所以他换手率 即使再高 他也高不到哪去 很多基金扎堆在里面 但有些小盘股 他本身全是散户拿的 或者游资做的 他的换手率 就会一直很高 这个不能 就是踩一个概念 但是自己可以 跟自己的过去比 比如说这轮行情起来 1600点往上 涨的过程中 很多股票的量能 就咱们随便翻 都会比前 前期有的比较大的变动 你看在这里 他都是这种换手率 到这里就变成 这样的量能 都会有变化 这样 通常情况下 就不能说低于多少 不能介入 假设你这股票是 是调整 今天是调整 但调整过程中 放出了很大的量 那么这是不对的 通常情况下 调整过程 应该是缩量调整 主力应该是用筹码来 洗盘 不是出货 通常的话 洗盘的成交量比较小 但出货的成交量 会比较大 他产生了个出货的成交量 这种就不能在 洗盘的时候介入 如果他强势股 在上升过程中 出现了缩量的调整 连续的 那么我们就通常认为 由于量能放不出来 他肯定他筹码跑不掉 他只能卖出 他能跑掉 我们通常认为 他是洗盘 在再次洗盘结束的以后 我们可以介入这样的股票 做下一波的拉升 只是从技术上来看 这里是看开盘 后来我们会讲 中盘 以后看盘的话 我们会单独有时间 这里我刚才都讲过了 看尾盘 两点半以后 这是整个的一个指数的 这部分课程 也是今天下午的课程 最后一部分 也非常高兴 大家能够 非常努力的在这听我啰嗦 今天大家早休息 明天我们继续学习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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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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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